今天看到两个教英文的幼教页 不管是Julia还是建华 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们好 虽然表现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这份坚持跟心意 不只让孩子的英文可以朗朗上口 很多家长也都十分的感动 鸡蛋还有汤 赶快去准备 我的鸡蛋呢 小弟弟兴奋地跑到台上去找鸡蛋 一副非常紧张的样子 赶紧的就跑到二鱼弟弟家咯 这里的小朋友听着蛋糕姐姐讲故事 一会儿带起兔耳朵蹦蹦跳跳 一会儿又敲敲打打 玩得很开心 蛋糕姐姐准备各式各样的道具 让小朋友来这边边听故事边玩耍 家长陪在旁边也能感受愉快的气氛 我觉得对小朋友应该比较好 因为他就是有带活动 然后有道具给他一起摸 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启发小孩子吧 另外在安心班里的Julia 也不停在课堂里加入生活规范 让小朋友不知不觉 从日常生活学英文 学好做人的道理 努力是有代价 坚持是对的 同样都是幼教事业 他们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 而不管路途多么遥远 Julia跟建华都非常用心 各自陪在孩子身边 默默替他们培养正确的处事态度 发展全面的国际观 不仅完成他们心中的美梦 也为台湾未来与人工贡献一己之力